這是一款免費小遊戲 它是之前我們玩的那個 一整棵樹上都有貓貓的公司做的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的話去看我的影片 這要做什麼 我要死掉了 原來是這個樣子操作的一個遊戲 那小葉子也不能過去 這個怎麼這麼難跳啊 那邊應該要跳才對 這蠢瓢蟲怎麼會被那個葉子割一下就爆掉了咧 我在考驗眼力跟反應力欸 我在考驗眼力跟反應力欸 最後那個瓢蟲還是撞樹自殺了 這邊還有喔 有沒有搞錯這個比剛剛那個還安控制 如果不是預先知道前面有什麼障礙物的話 這個不嫌左右閃早就炸掉了 這真的很難控制因為它會滑 你知道嗎 它並不是說像剛剛那樣子 你按左邊它就可以左邊 它會滑過去你看我什麼都不按它就飛過去 誇張 它現在在空中被雷劈了 悲哀瓢蟲的一生 如果連這隻都死的話它不就喊嘎慘了 這個更難控制 這應該是所有那個什麼 所有瓢蟲裡面最難控制的一隻 好重喔 噢 幹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那個任天堂的那個 那個氣球大作戰 這遊戲就是那個那個的翻版你知道嗎 那個氣球挑戰的那個翻版 然後這邊都是有那個什麼閃電 閃電球 我們就要避開這個 噢噢 欸這真的很難控制耶超難控制的 我看評價說十分鐘之內就可以過了 為什麼我超過十分鐘的居然還沒有過 難道是 我天生手殘嗎 這真的不 不太好控制 如果說好控制的話 可能一下子過了就就算了 欸過了過了過了 欸又撞死了 欸沒了沒了 真的十分鐘就過了 那我總結一下好了 這是一個免費的小遊戲 那它洗成就很方便 它幾乎只要過完所有的關卡以後 那個成就就全部達成了 那達成之外呢 這個遊戲其實也還蠻好過的 那一段距離如果它拉 稍微把那個關卡長度拉長一點的話 可能過起來的話 時間就過了 時間就會拉長許多 但是它每個關卡 三個關卡而已 每個關卡都短短的 然後第一個關卡是障礙賽 第二個關卡其實也是障礙賽 但是是躲避那個樹枝的那個 阻礙 第三個關卡就是要閃避那個劍刺 都不難啊 那玩起來的話大概十幾分鐘 可以達成全成就跟破玩遊戲 還不錯的遊戲 這個公司出的都是一些小品遊戲 我還蠻喜歡的 那我們在這邊做個段落了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找其他遊戲來玩 掰掰